在满地的泥泥中 救护车不断出动 但是不少抢救出来的民众 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从空拍就可以清楚看到 滑落的山体面积有多惊人 巴西东部的培南不可舟 在持续不断的暴雨中 引发土石流 巴西这场五个月内 第四大的水灾 伤亡数字随着时间 不断向上攀升 至少已经有56人死亡 上百人失踪 出动大型机具搜救 直到晚上都没有停止 面对东北两周的洪灾 总统波索纳洛 以推文表示将会全力提供援助 并且会在周一上午前往灾区视察 而在中美洲的墨西哥 现在也面临热带风暴 阿加沙的威胁 在温暖海水助长下 阿加沙未来24小时 很可能会升级 将会带来强风暴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